这是我做的一个皮影 是来到这里之后呢 用纸做的 并不是在国内淘宝上面买过来的 然后这些东西呢 做的也非常简单 我在给学生上这个关于皮影文化课的时候 我首先呢就会给他们做一些皮影表演 那说到皮影表演呢 我们就需要一些木布对吧 然后这个木布也是我在这里 这里的超市还有布料店买的一些材料做的 这是一个五纺布 透光也是比较好的 这是一些家具 我在网上找到这些家具的图片之后呢 把它裁打下来贴在后面 有了这个木布呢 我就可以跟学生做一个皮影的表演了 给学生下玩皮影表演之后呢 我会跟他们谈解一些关于皮影的历史 还有皮影的一些角色 皮影的特点 大概这种基本的知识之后呢 就会开始我们的武功制作环节 然后就让学生一起动手做皮影 做这个皮影呢一点都不难 首先呢 我们需要的是像皮影的这种角色 这种形象 这种图片 然后这个图片呢 可以在上面这个网址找到 我们用A色的白色卡纸 把它打印出来 剪下来之后呢 可以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 有两个黑色的洞 我们可以用打空气 把这两个洞打出来 之后学生就可以涂颜色 涂色这一个身体 身体和手的两个部分呢 我们要怎么把它连接在一起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 两脚钉 这种钉子 放进去 把它连接在一起 非常的简单 连接在一起之后呢 看一下 这样连接在一起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两个木棍 这样的木棍 一个放在身体的后面 一个放在手的后面 用透明胶带 把它粘贴在一起 之后一个手工的 自制的一个皮 就可以做出来了 然后做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学生时间的机会 让他们用这个皮影编故事 说汉语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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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